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很多的努力跟付出了很多 那么现在这颗冥王星终于要缓下速度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急着去做什么 凡天覆地的动作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慢慢的让它更圆融 更完满 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所以你要做的反而是反思跟思考 此外冥王星要停滞 这件事情当然对所守护的天蠍座是别具意义的 天蠍座很可能也会进入了自我反思的状态 亦或是我们说守护心逆行 那难免别人也会来检讨我们 或者是去发现我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也许是好也许是坏 那此外这一周其实挺热闹的 礼拜一4月11号早上水星就进金牛座了 这个水星进金牛会一直延续到4月30号 所以这段期间就是到月底了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讨论跟钱有关 跟价值有关的议题 那每个人都会去理财 或打听看看你是怎么理财的 那对于新的理财方式 我们也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那关于价值观这个议题呢 我们也会很凸显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或做任何决定的原因理由 那两个人相不相合价值观相不相同 是我们所在意的部分哦 那再来就是礼拜二了 礼拜二晚上10点 木星跟海王星合相了 之前我们就感受到了 他入相位所带来的所谓命运的涌动 命运的感动哦 每一个人都在治愈自己的身心灵 有很多事情你做 已经不是为了眼前的需要 而是心灵的需要 所以你心灵需要什么呢 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少代价呢 有时候你好好的面对了自己的内在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丰盛 你也会得到宇宙非常宏大的祝福 这是木星跟海王星合相在双鱼 非常独特的一种能量场 我希望你能够接收到 这是一个蛮令人感动的能量场哦 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 你应该可以意识到 这是一个不凡的一年哦 此外我们刚刚讲了 水星要进入金牛了 对不对 水星进金牛就要开始跟天王星合相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会有所转变 它带来的就是以前你可能不屑的 没有感觉的 现在特别都有感觉 那就是所谓的时候到了 我也觉得你应该做出一些 比如说理财上比较不一样的决定 用不一样的方法 说不定会为你打开一条新的路哦 而且越到周末 这颗金星还跟这个水天有一个相味 所以当你打开思维改变作风 你马上获利 要不要试试看呢 本周还有一个重要星象 就是太阳跟冥王星四分了 这个太阳意味着年轻的一辈 而这个冥王星又意味着老一辈 所以当他们四分项就会有所谓的冲撞感哦 所以在本周比较不好的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年纪大的人跟年纪轻的人 他有所谓的碰撞 有所谓的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 也许是争执也许是冲突 而且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对哦 但反过来这个能量场也会使得 比如年纪大的人想要展现 他还是很有活力的 年纪轻的人要展现的是 我其实是很值得信赖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大家都要转变身份了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以工作上来说 牡羊狮子天平射手是有感应的 牡羊星座的朋友 工作上跟海外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你有做贸易的打算吗 或者是有什么工作是要跟外国人 跟不同的文化或纳入不同文化的元素 做一个沟通 那在这一周你会很有感觉 另外一个是狮子座了 狮子座的朋友最近在工作上不要着急 反而你要停看听一下 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或思考一下 你会更知道该往哪里去 所以不要着急 另一个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 就是多头马车 你要驾驭他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对你而言怎么样平衡情况 或者是做出最公正的仲裁 都是很重要的 不能给人家偏心的感觉 事情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有迫不及待的感觉吗 最近应该有很多新的工作 让你越越欲试 而且其实你默默的已经都做的蛮不错了 他就快要公告 就快要公布出来 也会让别人对你非常胜赞 所以最近的心情很激动吧 那我们来看在感情方面 那是双子处女 摩羯跟水瓶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感情方面 可能想象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所以你不要有太多的想象 很多事情实事求是 你表达你该表达的就好了 不要觉得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对我这样 当你落入这个思考陷阱就不对了 另一个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呢 在感情方面比较容易感到失落 比如说你觉得你都已经希望他重视你了 他怎么没有那么重视你呢 自己很落寞感 其实对方没有不重视你 所以你要做的是照顾好你自己的心理 另一个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也有表达情会错意的情况 而且你比较容易心软 然后对于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人 你在心软跟什么劲呢 所以这个把控度要守好 另一个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恭喜了 这一周感情运非常的好哦 应该说是两情相悦了 而且有蛮有机会完成一个非常美妙的约会 把握机会吧 那我们看金钱方面是巨蟹跟双鱼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金钱方面 你蛮需要专家的引领 然后听听专家的意见 或者是偏保守一点 那头脑最近也是蛮清楚的 你不再很容易的被诱惑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会让你的理财方面 少及时多或者是不要反而得到之类的 你领略一下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最近的理财运相当的不错哦 首先在别人眼中你的赚钱能力是很强的 并且你的理财头脑还蛮清楚的 然后出手也很准确哦 所以在理财方面你稳超胜券 健康方面要注意的是金牛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很容易扭到啦 肢体受伤啦等等 那多半都是跟姿势不良 或者是忽然暴冲 所以筋骨伤道有关 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要注意的是一些小伤害哦 这个小伤害很可能是因为很急着赶路 扭到脚 或者是手部受伤 或者跟宠物丸被抓伤 类似这样的小伤 所以注意一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